一直被自家的守约坑 当我看见对面一楼拿守约的时候 打着给队友说 我关于走发一路可以吗 我想打守约 五楼小哥哥 他没说话 当我继续发战技 他终于答应了 这一局 我要让对面的守约 以后看见关于就害怕 虚拟关于对于脆皮的克制到底有多大 而双宝石就是我研究出来 最实用的虚拟关于打法 一击在这个草丛里面蹲 守约过来可以拿一血 但是他不过来 那我忍不住了 直接上去劈他一刀 到了四级 就是我们开始抓守约的时候 你看 在他防御塔下 大招命中接 眩鹰连环控在顶 刚刚还在他防御塔下 当他能动的时候 已经到了我家的防御塔 这就是眩鹰关于 我才刚刚吃完他 他就直接换线了 不知道是马超叫他换的 还是他自己怕我换的 不是不能打马超 只是我想追着守约打 切完这波兵线和队友沟通 直接换线去找守约 你看小地图的变化 他切完这波兵线 看见我不再上入 他又换线了 没事 他要换就换嘛 眩鹰都好 这一波我准备去上路蹲他 然后他直接在这个位置 我露了视野 他看见我 头也不回的就直接走了 朝里面有眼 我踩一眼的时候 他又换去下路了 看见他打得住了吗 我想起了那一句话 你不要过来呀 守约说 你别再跟着我了 当我看见他在下路的时候 打字吓唬他 我说我又到下路了 我一直换线 没和马超打 他不会感觉 他真的打得过我吧 你看 双宝石的眩鹰关于 一套技能直接带走 这个时候 我在打字给守约说 我要去树叶去了 他问我怎么了 我说想你的叶呀 再给他说 宝啊 我今天有点迷 他以为我在和别人说话 直接点名守约宝宝 我一直在找他的位置去抓他 只要我不露视野 他就不露视野 一直躲着我 当我露了视野 他就走相反的方向 我是真的难受啊 才杀了他两次 太猥琐了 没办法 只能先去打其他人了 看到这一波马超的位置了吗 想走的马超 走到前面去 大招给他推回来 推回来的一瞬间 看见守约的位置 一个二技能 眩音控住 守约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就没有了 满血的守约 竟然还敢出来浪 破了高地 他没有地方躲了 除非在拳水里面不出来 可是那样的话 他要被取报的 这一波眩音没有好 但是我一直在走守约的位置 他看见我直接用了大招 又被我切了 你们再来看这一波 队友浪 来给了两个 他们直接压到了我家高地 然后 我提前开启大招 找到守约的位置 一个二技能 一个眩音 满血的守约 瞬间没有了 守约说 他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光宇 一干八的守约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